带您关心东京奥运 在美国知名的体操选手拜尔斯 因心理健康因素退出个人全能项目后 18岁的苗义族女孩苏妮莎 为美国队拿下了体操个人全能金牌 19日 18岁的美国体操选手苏妮莎李依 以总分57.433夺下东京奥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 女子体操个人全能的评比项目 包括跳马 高低杠 平衡木以及地板等四个项目 苏妮莎在高低杠拿下全场最高分15.3分 先前她在团体赛当中更获得15.4分 本届奥运无人能及 外界看好她在单项再拿奖牌 在美国体操明星拜尔斯退出个人全能项目后 苏妮莎李依挺身而出 为美国队保住正面金牌 苏妮莎李依是越战期间支援美国作战的 辽国赫蒙族人后代 1975年越战结束后 辽国境内的动乱还在继续 身为少数族裔的赫蒙族 因为曾为美军作战 遭到亲中共苏联等共产势力的 辽国人民革命党的清算 打批赫蒙族人成为难民逃往泰国 之后辗转移军美国 加拿大 法国或澳洲 根据2010年全美人口普查 美国的赫蒙族人口约为26万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导 好 小说 thanks to my g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